七一常計 聖土港鐵 草奸人命 不要豆腐渣工程 七一常計 人人有渣 OK嗎?各位 OK 這樣開始 好 開始記者會 很歡迎各位傳媒 和立法醫院到來 和不同團體參與 今次民陣舉辦 關於七一遊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 我們主要是想重新說 七一當日會在維園草地作為一個集合點 我們也會在出了維園的一段比較危險的道路 先會打開我們的頭鞭 開始的遊行 而開頭鞭的位置 就會在高示威 而民陣的成員 民陣的秘書署 成員會在 千尼斯道西行線 會沿途加入這個遊行 我們在這裡 希望重新 民陣秘書署 會以身作榜樣 告訴市民 盧偉聰的說法 中途加入是絕對不成立的 所以我們希望各位市民 也不需要擔心 當日中途加入 就會犯這個法 而我們也希望呼籲市民 因為警方當日 說了東角度 作為一個很清楚地說明 一個會執法的地點 我們希望各位市民 在東角度的時候 就不需要和警方做一些無謂的爭執 因為其實往年七一大遊行 我們看到的都是市民 也會願意有秩序地 參與這個遊行 去表達自己的訴求 今年也沒有需要特別 去和警方做一些無謂的衝突 所以我們希望市民能夠 參與七一遊行的同事 都希望小心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們接下來 在七一遊行 除了主題是 結束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之外 我們也會有不同的議題 在這一年發生 希望透過今次的一招待會 告訴市民 希望他們能夠參與七一遊行 說回這些訴求 去向政府表達不滿 好 各位傳媒朋友 那麼很多人都會想 為什麼今年七一遊行要上街呢 年年都上街 上街有什麼用呢 那麼今年就是2018年 其實我們城市裡面發生一些很荒謬 很荒唐的事情 行李門的事件 同行同檢的事件裡面 香港墮落到是一個制度 是可以為了一男子去修改 那個航空安全的指引 高官是輪流賣弄他們的特權 梁振英賣弄完他的特權 幫他的女兒送行李進去之後 到馬鳳國 要在一架飛機上面拘捕頭 就帶支拘捕上機 即是雖然有一鑊又一鑊 這些賣弄特權 在以往 在香港大家要問心 我們會不會見到這些這麼離譜的事 回歸21年之後 香港發生了 豆腐渣工程 以往我們會笑內地 整棟樓都可以跌 整棟樓都可以倒 今天豆腐渣工程 不是發生在內地 發生在香港 一個大型的公共交通系統 數以百萬計 每一天 有上百萬的人 是在乘搭港鐵的 整個月台去到今天 到底是安不安全 到底會不會倒 都不知道 如果七一上街是需要理由的話 這個就是我們上街的理由 荒謬 荒誕在我們的城市裡面 不停地蔓延 每一個生活層面 由乘飛機到乘地鐵 到你上班 你兒子在地鐵月台那裡走 都會有這些離譜的事情 會發生 所以希望香港人 7月1日 和民主派的支持者 一起上街 如果七一沒有 差不多的人數的話 沒有差不多的人數 去聲討港鐵 去聲討這些特權的話 他們7月1日晚就睡得安樂了 香港人他們會覺得 香港人沒有什麼所謂 鋸幾條鋼筋 沒有所謂 下次呢 就不是帶一支GEL相機 是帶一桶的GEL相機 沒有所謂 他們覺得香港人 各位七一日 一定要救人數 不要想有沒有用 起碼我們 有一個可觀的人數 是聲討這麼荒謬的政府 希望大家可以抽時間 一起去上街 接下來是交給不同的朋友 就住七一去做一些呼籲 許智峰是明明走前 是的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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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呼籲香港市民 一定要走出來 參與這次七日遊行 因為在過去這一段日子 我們看到公民運動 和我們公民社會 受到很多不同的打壓 在六四燭光萬會 便衣的警員 去收集這些政治的情報資料 在七一遊行的地點 是民陣受到諸多的阻撓 在七一遊行的籌款街站 過去幾年都是發生很多警民的衝突 我們看到政府對公民運動 對公民社會的打壓 是越來越是肆虐 是越來越大膽 越來越是正面地去做 所以我們市民是不可以認命 我們是要站出來反抗 我們更加不會忘記 很多在一些政治的衝突 我們香港的政治異見者 已經是坐牢的人士 公民廣場案 東北的十三子案 是戰亡的案件 以及最近被判暴動罪等等 很多年輕人 是在犧牲自己的自由 自己的青春 去到換全香港的自由 和民主 所以我們是否可以 置身事外呢 我呼籲香港市民 一定要參與 繼續參與這場抗爭 不要忘記 是已經在犧牲的人 有些人說 很多香港市民都是沉默 等待機會 那我們作為民主運動的 中堅的分子 就讓我們的堅毅和決心 去感動這幫等待機會的市民出來 如果我們都不堅持下去 還有誰會堅持下去呢 我請香港的市民走出來 謝謝 很簡單地說一說 究竟過去一年 大家覺得香港是好了 還是差了呢 大家會覺得 在林鄭月娥領導下 特區政府的香港 究竟是否真的 如她所說 是更加和諧 還是表面的和諧呢 我會形容 內在的矛盾其實是繼續存在的 如果大家過去這一年 其實還有不滿的 對於香港的未來 還是繼續憂心的 就以今天為例 我們剛剛才在幾分鐘前 投完票 港鐵 我們希望在立法會 用特權法去查他的豆腐渣工程 你都還可以見到 建制派如此 口裡就說得很響 說得很勇武 但實際去到投票是怎樣投 如果我們大家是認為 不要說其他東西 就這樣說港鐵 我們都有這麼大的不滿的時候 那我們為什麼不上街呢 我們為什麼不製造一些壓力 去給建制派 去讓他們看到 有些東西是真的不能夠接受的呢 表面的和諧 這一種其實是虛幻的 實際走出來 我們才能夠用我們行動 去展示到 給建制派 給特區政府看 有些東西是真的不滿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出來 能夠支持一下 撐的撐的不是撐自己 其實撐著我們自己的城市 撐著我們現在 每一個正在努力的人 好像許智峯剛才所說 由去年到現在 有多少人 是因為這個城市而付出了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走出來 支持一下他們 多謝 其實很多事情 上次的記招都說過了 很簡單說 自私地說 寫文年 都在呼籲 撐寫文年的人 同情寫文年的人 麻煩 接下來的七一 上街 因為 從我們黨的角度來說 過去一年來 我們都經歷了很多風雨 各位成員排隊去坐牢 唯一一個議員的長毛 亦都被DQ 而 我現在看到的就是 這個一黨專政的魔爪 其實已經由北京伸到香港 一黨專政是每天都在我們身邊 所以這次民陣的口號 結束一黨專政 除了是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其實都是結束 香港保皇黨的一黨專政 過去十二個月 實在有太多事情發生 無數反對政府的人 有不同的理由 被這個強權 逼壓 政治迫害 逼到他們去坐牢 豆腐渣 高官濫權 更加不再說 現在我們的制度 我認知的是 過去回歸二十幾年來 過去一年我未見過 倒退得或者沉淪得這麼嚴重 我們制度已經是慢慢地失去 而這次其實都很荒謬的 整個七一遊行 本來都是一個很和平的遊行 但我想問為什麼盧偉聰 會透過這個機會 諸多阻撓 甚至乎是恐嚇香港人 用一些扭曲了的法律歪理 在這裡恐嚇香港人 說如果你七一 不聽著警方說 不就警方的意思去遊行的話 就可能會參加這個非法集會 當然我也願意請各位記者 再重新問多次盧偉聰 請他澄清 何謂非法集會 請他澄清究竟市民如果在東角度那裡 或者在遊行路線沿途那裡加入 究竟是犯了哪一條罪 以我所知呢 我們真的見得多了 普通市民如果和平地參與這個集會 就算是沒有不反對通知書都好 就算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都極其量都只是一個 參加這個未經批准集結 和這個非法集會或者非法集結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在這裡嚴重警告盧偉聰 他們的責任 七一的責任 是確保市民可以表達到我們的言論 而不是阻礙我們的示威自由 亦都我在這裡警告盧偉聰 不要在這個銅鑼灣 人多擠迫 狹窄的地方 在這裡阻礙示威者 甚至乎是令到有衝突 因為我最擔心的呢 因為我剛剛有漢堡再說 因為我非常之擔心 我亦都在這裡要強調呢 我是擔心因為人多的話 而警方如果處理得不善的話 是會有混亂的 所以我們社民連 我們都呼籲 如果是想參加遊行 特別是一家大小 老人家行動不便的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去這個 維園的草地那裡 跟著大隊出發 這個是起碼可以幫助他們 而其他市民當然有其他自己的決定 但我想強調的就是 今次的遊行是尤其重要 這個政權是不斷地打壓 不斷地威嚇 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不是為了自己 請記住 這個威權怎麼能夠成立呢 就是因為他們要威 他們要威 如果我們少人的話 這個政權就只會事無忌憚 我一直都說過 無論林鄭也好 共產黨也好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欺善怕惡 如果我們不出聲的話 他們只會踩到我們兩腳 所以希望各位 我們強調 要重申 今次這個七一 是香港的傳統 一個非常和平的遊行 亦都是給國際社會看到 我們香港現在的慘況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各位朋友 不要怕了這個盧偉聰的恐嚇 勇敢點站出來 各位香港市民 香港一日未有雙普選 我們七一要上街 香港一日 還是民生困苦 是有深層次的矛盾 我們七一要上街 專權的政府 是得以存在呢 其實是依賴沉默的群眾 以及大量的 港姦奴才 才會成為可能的 所以 新民主同盟 是會響應 民陣的呼籲 是參加七一遊行 我們會在中途 加入這個遊行的隊伍 新民主同盟 亦都是會沿途 派發這張港姦圖 是去告訴市民 知道很具象的 過去這一年 無數的港姦 是破壞香港的 相對制度優勢 馬時亨管治的港鐵 令到香港出現了豆腐渣工程 這個梁君彥 立法會所謂的主席 破壞立法會 監察政府的職能 還有 就是港姦中的港姦 林鄭月娥給689 對香港的核心價值 破壞得無以復家 是更加惡劣 酬金 我們抗爭的年輕人 DQ 議員 還要 奉承北京的情況 比689更嚴重 我們會沿途 擺設街站 有一些出氣袋 將這些港姦的嘴臉 貼上去 是給參加七一遊行的市民 是去消消氣 是去出氣的 所以 希望各位市民 和我們站在一起 參加七一遊行 我再一次強調 如果沒有群眾的沉默 專權是不得以存在的 所以我們要珍惜 七一遊行這個發聲的機會 站出來 大家好 我是文協婆啟明 我們見得到 香港是越來越沉淪 每一日都有不同的荒謬事發生 高官僭建就不用負責 小業主做個浪三架都要他拆 豆腐渣工程 由港珠澳大橋 高鐵 去到沙中線 每一日都有醜聞來揭發出來 每一日都有新鮮的豆腐渣工程供應給大家 我們再看到同行同檢 原來透過改了那條例 就由犯法變不犯法 所以我們這次七一遊行 我們呼籲各位市民 一定要出來 就是要拒絕沉淪 拒絕荒謬 所以希望各位市民 7月1日一定要出來 守護我城 抗擊這個極權 謝謝 謝謝 其實我想講講出發點的問題 就是起步點的問題 遊行的起步點是 我讓你坐 不可以 你繼續 你繼續講 當然 在起步點的問題上 來來回回很多次 我只想講一件事 遊行是說人多 不是起步點 任何達到遊行人多的方法 都應該用的 所以如果市民覺得 他要來的時候 這個起步點 如果在草地 都不是壞事 固然我們知道 警方 是多次 要我們在草地那裡起步 作為一個 連過六十的人 我都有責任去提醒大家 當日在2003年 慶祝回歸六周年的團體 是霸了六個草地牆 所以令到 當日 2003年7月1日 要反對 23條 以及叫董建華下台的 群眾要去草地集合 那天是非常之熱 而大會呢 就是呼籲穿黑衣 其實就是熱上加熱 當日的群眾 因為要數人數 所以他們是進去草地裡 走出來給人數 那當日數了多少人呢 就說五十萬 是不是五十萬 我不知道 那就是逼爆銅鑼灣的 我想說的就是 保皇黨 一扭都是這樣 就是說 山人霸死地 霸了那六個足球場 先 令到大家出發很辛苦 很毅熱 今年只不過是 從事故 如果大家是因為這個問題 是令到人數少 是中計 我的立場是 所以 多人 就是最好的 無論在哪裏出發 如果 成為民陣所說 這麼辛苦都有人去草地出發 或者說 他們的詭計不得情 我亦都警告 我希望在場的記者記底 我也警告盧偉聰 他說 市民在其他的地方出發 可能已經在參加一個非法集會 是完全狗鼻匹通 我上次開記者之后會的時候已經請教過他 他的說法有什麼法律的根據 一個警務處處長 說一些沒有法律根據的事情 我只想到一件事 就是政治恐嚇 其實 很多人就說 喂 我為什麼要出來走 各位記者 你今天為什麼要去採訪 因為你打工 你今天來採訪去打工 一定不是特別對我們有興趣 一定是 不要不承認 一個人形形逆逆 為了幾萬元的工資 就算不喜歡聽我說話都要來採訪我 香港人受了這麼多氣 尤其是最近這個星期的鐵路醜聞 你還不走出來 還要爛到什麼時候 真普選 很難爭取 沒有真普選 就有一條假鐵路 你不要說我要真普選 如果做不到就不出來走 他現在給你一條假鐵路 香港人 不要再欺騙自己 不要再為自己的懶惰 找藉口 所以我再說一次 你不出聲他就說你啞了 即是你不出聲他就說 你啞了那些人不出聲 各位 只是為了那條 他要假鐵路 都應該出來 是不是 民怨沸騰 如果有人問我 我再說兩句 我出來舉牌 要求釋放樓下可以嗎 當然可以 民陣是什麼 民陣就是佔腳石 平台 由2003年開始 你每一年民陣 都是搭個墊腳石 讓大家站上去說話 你不是支持民陣 你是支持自己 如果你覺得 這個盧偉聰 狗口掌不出象 你要來才能剝牙 你來 在哪裏出發 你自己想吧 我就覺得 在草地出發 他是最牙癢癢的 不過 我希望大家 去想清楚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你不能不排除 盧偉聰 這個人 是會 在所謂 加不加入那裏做文章 就是說在哪裏加入 他說不給你 我再警告盧偉聰 如果當日有什麼發生 這個 擾亂 或者糾纏 盧偉聰是責務龐大 我希望 大家欠一口氣 因為 有一個人叫什麼名字 那個人叫什麼 中共七大常委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韓正 你都忘記了 因為太陌生了 韓正 說 林鄭月娥做得很好 她說 我馬上調刊她 喂 這間打骨場 做得很好 雖然客人頭肚的打骨 打得差 但主持打骨場的人打得好 這就是林鄭月娥 如果大家想告訴韓正 你浪費時間 你就要出來 林鄭月娥的管治 是我沒見過這麼差的 如果大家覺得 做得很好 阿韓正賺得對 你不出來 我們就說 林鄭月娥真的好 做得好 其實全部人都錯了 林鄭月娥一個人都對 多謝大家 好 一路可以 好 我想說兩點 第一點就是 其實不單止有一個政治威嚇 來自盧偉聰的 其實現在即將有些政治甜頭 在七一之前就派 大家可以想像 明天應該就會 林鄭公佈一些 所謂壓益留價的措施 不知道是不是首置 即是說一手樓的空置稅之類 居屋的價格又有調整 但是大家 核心的矛盾 核心的矛盾 林鄭月娥是沒有可能解決到的 無論是長者的安老問題 工人的權益問題 以至於大家水深火熱的火候問題 她是沒有辦法解決到的 因為她是被現在的既得利益集團捆綁了 這個就是香港的管治的本質 所以 我很擔心香港人 因為 你知道記憶很短暫 可能明天派完堂 她就記住堂 記了幾天 星期一 星期一已經不出來了 覺得調戲劇那些 但是千萬不要 你想想想 只要你記性長一點 你就可以記得林鄭月娥 由她上任到現在 坐牢的坐牢 議事規則改又改 一地兩檢 又這樣踐踏基本法 還要引王志民來派本 這個中國憲法給我們 說到好像立法會現在要拿著本中國憲法做人 這個就去到第二點 民陣今年的主題 結束一黨專政的非常徹底的一個口號 因為確實現在 看過去一年 中共對於香港的路線 就是要將這個中國式的黨大於法的 無論是憲法那種任意操弄 這個中共的管治 在香港做為政治工具 以至於全面這樣去 將它那些中國科幻小說式的管治術 引入來香港 其實這個都不再是遙遠的事情了 那我都想像到 在七一之後不短的時間裏 可能那個大灣區那個規劃又會出來 這個很明顯都是把香港拉進去 這個中共的管治陷得更加深的一個策略之一 所以在這個很關鍵的時間 香港人或者香港的民主派 可能迫著都要變成為中國的反對派 因為你搞到我們都沒有路可走 因為我沒有辦法不講結束一黨專政 所以越多人一起來七一遊行 一起去講結束一黨專政 是有一個特別的政治重要性的 呼籲大家一齊出來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尊政關的朱衛聰 也是13加3之1 我想說兩點 第一就是剛才 朱定議員說結束一黨專政 我在新聞上看到有些學生會說 因為今天民陣的遊行主題是說結束一黨專政 很有這個大中華的意識 其實這個是 剛才阿迪也說了 香港政府就是一黨專政 現在的保皇黨也是一黨專政 究竟我們有什麼理由 不會可以在今年的車遊行中 去結束一黨專政 第二就是 我也希望各位的朋友都可以 回想起過去一年 無論是由政治打壓、政治犯入獄 去到不同的 如何操弄立法會的事務 都記得起 林鄭月娥政府是如何 令香港更加在水深火力之下 我看到 在我自己去坐牢的時候 原來是坐牢的人 都對香港政府這麼有不滿的時候 在他們失去這個自由 不能夠上街的時候 我們也要更加去把握 我們在大監獄外面的自由 去繼續走上街頭發聲 大家都知道七一遊行 不能夠去做到什麼 很實質的改變 但是我們要把握 每一串 每一分的空間 去 講我們想講的東西 去爭取 亦都去發聲 好,謝謝大家 去做一個行動 其實大家在時序線上看得很清楚 鄭耀棠首先申請了連續兩年 用他慈善團體的特權 是粗暴去搶了六個硬地足球場 去搞他的展覽 這個很奇怪 他搞展覽 你搞展覽 你去會展 為什麼一定要去維園 在香港誰都知道 要打一個大型的群眾集會 一定在維園出發 因為沒有其他地方 在上訴的時候 警方都說過 香港其實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地方 可以搞到大型群眾集會 這個鄭耀棠就是要拿走你 必須要的起點 去影響你們七一的運作 然後就有盧偉聰 他就告訴你 一直以來 合法的事情 中途加入 是違法的 第三步 就是由這個大公報 去跟你說 七一遊行 是違法違憲 必須取提 這個是打壓七一遊行 三步走 阿哥 你會看到中共去打壓 他自己的敵人的時候 要消滅他的敵人的時候 第一步 他就是用他的力量 用他的媒體 去先為他的敵人去定性 大公報現在廣道出口 就是七一遊行 是違法違憲 必須取提 他現在正在幫七一定性 這個其實是可以很嚴重的 你看回過去 就是共產黨去消滅一些群眾運動的時候 第一步就是幫他定性 那我們今時今日 我們怎樣去面對 共產黨現在叫賊佬試沙布 他扔完一個又扔一個 你家裡有沒有人 你不出來去反抗 你不出來告訴他 我家裡有人 我會守護我家 那他還未走進來打劫 現在我們不去高夫結束一黨專政 共產黨就要高夫結束一國兩制 你媽 從來香港遊行 是合法的 是合憲的 現在大陸就是要結束你這個 合法合憲的遊行 你申請了 都說你違憲 我覺得這個很悲哀 香港一直以來很多的群眾運動 去爭取我們的權益 但是去到今年的七一 我們竟然是要用我們的腳步 去告訴政府 我們是有遊行示威的權利 我想公民運動的爭取 去到這個位置 我覺得是最無奈 但是我想說的是 這麼多年我參與七一的過程當中 我看到香港的市民 是不會在危急的關頭退縮 每一年在一些 大家看到形勢不妥的時候 市民是一定會出來 我也相信今年市民是看到 其實這是在捍衛我們 合法合憲遊行的一個權利的一個關鍵 我相信今年的市民 是一定會願意出來 政府用了很多政治的恐嚇 去令到大家去幻想 今年的七一是否會很混亂 是否會有很多公民抗命 是否會有很多人的衝突 但是我想跟各位市民說 民陣搞這麼多年七一 無論人數有多少 我們的遊行的過程 都是非常之詳純 市民參與的 人是非常之有秩序 是非常之安全 零星偶爾會有一些衝突 都是因為警方無理的攔截 去將市民 在銅鑼灣裡面點來點去 因為他們將一些過路的地方 全部封閉 令到一些參加者的不便 各位市民 如果今年七一人少 我們的處境很危險 今年的七一如果亂的話 亦都正中這個中共和香港政府的下懷 我很相信香港市民理智 即是今年是無需要 一些沒有必要的衝突 而民陣這個遊行 警方已經出了這個不反退通知書 被我們在草地那裡集合 我們見不到警方有任何的理據 告訴我們我們在草地集合 我們去出發 走到政府總部 我們有任何違法違憲的地方 而且我們也可以告訴大公報 告訴共產黨 這個就是香港基本法給我們的權利 就是遊行示威的權利 表達政治訴求的權利 我很希望各位市民 今年三點鐘 是一定要進去草地 去和我們出發行這個七一遊行 因為我們見不到我們的公民權利 再可以退 今年一定要告訴共產黨 那麼我們想聽七一遊行 是合法合憲的 謝謝 謝謝 團體都說完 接下來記者看看有沒有問題想問 其實民進有沒有已經事先安排 之前都說過 會有只是少量的團體草地出發 其他團體有沒有做一些統籌 或者安排是在源頭路線加入這個安排 他們自發不及固定嗎 不同團體其實在七一遊行都會有它的街站 或者其實往年都會有不同的集合點 他們本身是會弱了的 所以其實今年我們都是問過 那些團體是會怎樣安排 其實他們都是照往年的一些對七一的安排 去作出今年的調動 這個都其實見到其實盧偉聰那個說法 因為如果這件事是不合法的話 其實是不是往年這麼多年的警務處長批的 即是不犯的通知書 或者這麼多年容許七一 存在的香港政府其實都是犯法 容許一些犯法的事情一直發生呢 那他必須要對著這件事 是 那有沒有預計其實那個人數有多少 即是你們在水頭走到去 即是在維園出拜會大概有多少天 以及剛才你說去到外面才展開個BAN 即是正式開始遊行 那你覺得 你還會不會響應到你們那個做法呢 即是我們今次記者招待的目的就是詳細交代 到底當日整個流程是如何 即是如果香港市民他們是希望入草地的話 我們不會特別去阻止或者什麼 那只不過是譬如我們見上年我們使用了草地打過不理想的效果 我們都不希望市民是冒著一些遊行會有些風險的情況下去進行這個遊行 那所以我們不作特別呼籲進入草地這樣 那而我們在草地出來的時候 即是我們希望就是那個過程其實是盡量就是短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覺得那條道路其實是比較窄是會有些危險的 那所以我們選取今次就會去到高市委才會張開 即是往年每年都會有的投兵 那作為一個起始點 就令到市民能夠在遊行路線上面加進遊行 其實大會一直無論在起點或者集會遊行的 都是其實用上年去做一個參照 所以我們想的就是其實本身草地在去年 就算是民陣或者各個團體呼籲市民入草地 最後我們看到其實都不是很多市民是會走入草地的 而每年大家見七一的集會 其實市民大多數都會在遊行的路線上面去提早去看一些街站 拿不同團體的一些文宣 所以我們都不擔心會擾亂到當日參與遊行的市民的判斷 而人數上面其實都剛才說過就是用上年大約的人數去做一個參照 你怎麼擔心有些愛字頭會掉進去遊行的圖中 有什麼圖書的圖書 是 好 我想我們近幾年我們會見到愛字頭或者一些外國的團體 那個手法上面越吹越烈 除了以往會指罵 其實現在有時候也會動手襲擊一些親民主派的人士 所以其實我們七一每年都會有一些糾察去安排沿途遊行 那為了的就是因為我們都不想有一些無謂的衝突發生 無論是參與遊行的市民和警方 又或者就是參與遊行的市民和一些持相反意見的市民 有一些無謂的衝突 所以都盡量安排一些糾察在遊行隊伍的沿途 就作出一些協助 無論是當遊行市民被襲擊的時候 我們能夠作一個調停 甚至就是去找警方去處理 所以我們希望來到參與七一遊行的市民 都能夠注意自己的安全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這麼荒謬 其實我們想不到會發生什麼事 那如果有事情發生之後 亦都可以聯絡民陣當日的糾察去提供貼錯 你有沒有估計說警方當日會 有沒有些什麼想法去阻止一些人去中途加入 就是會不會說估計他們用碟化 或者是否有其他風路 是 是 如果萬一叫咪咪說 真是非法你們各自 那你們會叫入萬一 我相信如果警方說到 去到說中途加入是犯法 無論你在任何街口的話 基本上他要把整條牽尼斯和西行線封光 封到政府總部 那如果是能夠這樣去進行的話 那為什麼你不封了東角度給我們呢 就是如果是去到這個這麼荒謬的行為 那只能夠證明警方有多這麼完會 這個決定在今年裡 而剛才說到如果警方去佈置這些大量的鐵馬 或者這些情況是把整條遊行路線都封了的話 其實我們也會在當日 也會盡量呼籲市民無謂作一些犧牲或犯法 但是民陣被疏署也會嘗試在這些路段跟警方溝通 問清楚他到底是否在七一當日 他們準備將所有中途加入的市民拘捕 而民陣被疏署如果當日是有這個情況發生的話 我自己本人也會作為一個以身示法 或者去證明給市民聽這個說法是荒謬兼無規 我希望警方如果當日真的希望這樣做的話 你可以預先拘捕我先 因為我一定會做 如果你敢封了整條遊行路線的話 還有一點補充就是 五一遊行也好 七一遊行也好 沿途宣傳這個我們不同的遊行訴求 以及呼籲市民加入 這個是主辦單位的權利 如果警方呢 警方已經干涉了我們的起點了 如果警方打算連遊行的 我們的工作都干預了的話 2019年的七一交給香港警隊去處理 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問題? 沒有就 如果沒有的話多謝大家 補一張照片 要不要再補一張照片 不用了